我從三四年前開始第一次有機會做旅遊節目 但其實我覺得每一個機會都是不可以用我這個奇蹟 當日由娛樂新聞的主播有機會去做一些 都不算是一個叫做旅遊節目 是可能旅遊的專題 不算是一個叫做節目 沒有節目名字 甚至是在娛樂新聞室播播的時候 去到東京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奇蹟是 我沒試過一個人做個人的旅遊節目 甚至是以自己的名字 三月兩夜的時候有試過一些 但在一個特輯裡面的其中一個單元 不算是自己排頭揹出來的節目 入行到慢慢清晰想為自己定一些目標的時候 我也有覺得很希望有機會做到一個自己的旅遊節目 可以在那個時段播 我覺得是終極目標 做完這個我覺得可以收散 會這樣想的 很多人都將你和對方或心理比較 自己怎樣看呢 我覺得其實他們兩位都是做日本節目的 其實我覺得日本這個市場是很大的 好像一個餅一樣 幾個百分之的範疇都是一樣的 例如對方他是購物很厲害的 甚至他可以很開心很瘋狂的 這一點我是一定做不到的 那我和心理也有心理他這麼多年的主持經驗 他有他的眼光去看這個地方 他看的東西和我看的東西可能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無論他們做的東西和我做的東西 是這一頓飯不同的部件 但要論大家的目標或方向 可能都是將一頓好吃的飯帶給大家 這頓飯可能叫日本菜 好呀